今次介紹SERVERLESS SERVERLESS第一件事就出現了 Lambda有一個Event Filter的設定 其實這個有很多的 因為之前你的曲子要寫一些頁 寫一些Filtering Logic在Lambda裡面 其實你一開Lambda便會收錢 所以你現在有一件事很棒 第一,其實是錢的問題 其實在Lambda你沒有興趣知道 簡單來說,你現在做Kinesis DynamoDB Streaming,SQS 某些Filter根本上你都知道不達到 例如Lambda,溫度不達到某個位置 你只要在Lambda搜尋 其實就不收錢的情況下 幫你在Event 刮走一些東西 你不用找那麼多Lambda,這個差很遠 接著還有ParselBash Respond的SQS 其實你看這個Lambda就最簡單 你可以process那條Q用Bash模式去做 即是一集Bash的QMessage 其實之前只是看你拿大拿小 但你拿得多 其實如果你隨便一隻做不到 其實你不知道怎樣 再給那條Q聽 現在你變成可以Return 你可以做一條Fail 然後有問題 就回應BashFail 即是BashItemFail 誰不可以 然後下一次再做 這樣可以讓你這樣玩 其實你知道QPattern 其實很正經的就是 你第一次不行,第二次會回答 因為其實有時候是API Call太行 又不知什麼Resource不行 那Q會被你敢用 所以其實你第一次做不到 你沒理由丟掉它 那你放回去 就等下一個再招待它再走 然後又可以做事 其實之前SV Trigger 是直出的 即是你發生的Event 即是你發生的Event 直去 但其實現在你可以去Event Beach 其實可以去Event Beach 其實可以去Match很多Rule 因為Event Beach的Filter 你可以有很多東西玩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彈性的決定 如何WOW的Message 去不同的位置做 或者不做 或者不同的處理去做 然後呢 這個呢 這個呢 叫Obset 其實說的問題就是 你做一些Cover 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這樣說 它會做不切 那其實給多了一個Matter 其實它Delay了多少 就是 其實你帶了幾多 其實有這個Matter 就是有這個Matter 你叫它塞了多久 那你會看到 其實給多了幾個 你看 多了一些Matter 多少指標 你就可以看 看看情況 即是其實要調整這個速度 這個最好 唉 整天都爆 512就不合事宜 真是 做事整天都爆 我放少許File 512就頂不了 那現在你可以調整 即是你那個TAMDRIVE 那那個TAM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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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可以調整到1024 那逐MAT買 那其實你就會 那其實它就不… 即是你不想 你總之要這樣玩 OK 這個東西真的差了 那接著其實就… 那其實就… 那照舊 那舊 那舊 你512這個不會收你 但你買上去可以付錢 那其實它很多時候的Problem 即是一Debug 就快一點爆發 那其實就是… 其實你可以充滿EFS的 但是… 擺明就是TAMPORARY的啦 那其實就…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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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性別有關卡 那遊戲就… 那Stap Functions 就是… AVINA的Connectеле 你會見到 Step Functions Integration 即是… 即是它放置了這個 那其實你很多時候 你也要玩這些…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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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做些… 即是做些… 即就是做些… 即是做一些… 即是… 即是做些… 即是這樣енко 那些… 那接下來 支援了Pyvet Link 這個叫Sync expect 即是快版的Step Function,即是你不走太久就用Sync Expand 其實現在就用Private Link去做,就不用有Internet Endpoint 其實這幾時都好,因為基本上你玩VDC的話 你想擺Private那裡,不想NAT,不想Sync 其實你現在就用Internet Endpoint就這樣搞定它 接著我們現在叫Death Letter Q的Redrive 其實本來之前的Death Letter Q就是你基本上的Q放進去 其實就保持住它就算了,然後再找其他寫進去 如果它說可以讓你選擇Redrive Message去Source Q 即是可以放上Source Q,或者第二條Source Q這樣撥上去 不過其實我都不太知道仔細怎麼用 不過可以讓你有一個叫Re Process的機會,或者叫ReCover回那份Error 接著就有一個... 其實Server-side Encryption之前都好像支援了 不過其實現在你可以用KMAS 即是你之前只用SQS Key 但現在你可以用自己的KMAS,變成可以選擇自己的Key來使用 好,那這個就完了